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一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不够啦 你每个星期才给我二十元 根本什么都不能买嘛 二十元也是钱呢 你可以把那二十元存起来 等存够钱了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可是小乖的妈妈每个星期都给她一百元耶 她都拿来买东西请客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 我又不是你的提款机 想提多少就提多少 妈给你的零用钱不是用来买东西请同学吃的 给你的零用钱就是二十元 不要讨价还价 也不要跟别人比较 差点忘记了 小天 你快帮我去超商缴水费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小天 你怎么在这里啊 要不要一起去公园打篮球 好啊 我好渴哦 我也是 好想喝饮料哦 可是我没带钱在身上 没关系 我请你 我也要 好吧 雨下得那么大 客人都跑光了 小天 醒一醒 回家咯 嗯 今天生意真糟糕 一个晚上才进账三百多块 啊 希望明天不要再下雨了 客人才会多一点 先收桌椅吧 今天请大家喝饮料 花了两百多块 交水费的钱只剩下这些了 哎 今天生意真糟糕 哦 一个晚上才进账三百多块 这些钱是爸妈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才赚来的 我却装大方 把应该交水费的钱拿去请客 真是太不应该了 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睡 怎么还没睡 这些钱哪来的 这是你给我交水费的钱 我不是给你四百元吗 怎么只剩下这些 我拿去请同学喝饮料了 哎 你知不知道 爸爸跟妈妈赚钱很辛苦 要请客也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妈妈给你零用钱 是希望你能够存起来 等到急需要用的时候 再拿出来用 我知道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嗯 钱还你 剩下的就从我以后的零用钱扣好了 不够 还有利息呢 啊 利息 没错 以后放学你就到面摊来帮忙 好好地训练一下 赚钱的辛苦 是 遵命 我们当小孩子的十一住行娱乐 全部都是花大人的钱 所以从来都不会心痛 还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 当我看见爸爸妈妈 辛苦卖面 才了解 钱并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而是要很努力才能赚到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将爸妈当作提款机 随意乱花钱了 我再也不会让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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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